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们现在等更多的人进来之后 我们再开始 所以我们会等待会时间 我会再次进来 我们再次进来 好 来 我会再次进去 我会再次进去 yeah i'll show you them so we have really nice restaurants here okay i think should we start yeah yeah 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 我们现在是在曼城西特 Lunzei的Core Xtreme 这个酒店式公寓 然后我们今年 Iconic和Lunzei新达成了六个合作点 分别是在曼城 有两个然后约克 伦敦 Newcastle 和诺丁海分别一共六个 合作点在这边 出房的学生呢可以和 Iconic整个这个公司的 公寓的学生 一起享受我们 Iconic学生的各种的活动啊 以及一些包车 免费的一些福利吧 所以现在我们 现在在他们的一个Lunze 再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它同样是一个24小时的前台 主要是可以帮大家去收发快递 包括 修杰房间的一些预定 然后我们保 它是从房上的 六点半到十点半 至四个小时 会有一些麦片 还有面包 包括一些酸奶之类的 然后现在疫情期间的话 我们也使用分钟的小袋子 帮大家分好了 然后下来直接 拿走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机器 一个是咖啡机 一个是这个 果汁辅助的机器 它们是 24hours 也就是全天都是开放的 这个随时下来都可以去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 的Lunze 大家可以随地使用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有些小牛的食 还有 一些 工的一些 进食的产品 大家如果晚上 就是不想下楼 不想出门去买东西的话 就是这边也是可以买的 当然我们就是 在这个 Cone Exchange 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有很多的餐厅 包括这边有一家 越南河粉 等 lockdown结束 开门之后 这边可能会比较热闹 大家可以去 吃一个brunch 或者是 下卤茶 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是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 呃 带大家去一下 这个健身房 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上电器 可能幸好火稍微有点不好 大家如果 呃 有点卡路的话 重新进入就可以了 我们会说 我们会在转租 我们会在转租 里面 我们会在转租 好 好的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建设坊了 这个整个这个Core Exchange的这个楼 它都是一个上个世纪的一个比较有风格的一个建筑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门口的那个门非常漂亮 但是它们也是重新翻修过的 所以说就是房间的设施会非常的新衡 想会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这个健身房它是指对我们酒店公寓的这个住户开放的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priority 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进进出出不会打扰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健身房了 那我们主要的设备呢 呃就是有一些跑步机包括单车 然后一些呃练那个局部的身体部位的一些器材 就是变重量的这些 然后包括我们家店 然后我们公寓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消毒的用品 包括这个指边 大家可以在运动完之后开一下 还有这个免洗洗手液 以及我们的饮水出一根毛巾 对这个都是方便到大家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每天会做一个消毒的清理 所以说大家不会不用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好 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洗衣房 那我们这个洗衣房啊 它一共在一楼和三楼总共有两个 我们先去看一下 在一楼的这个洗衣房啊 它和其他的学生公寓不同 一时它完全是免费对我们那个租户开放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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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都是很有特点的 对它是这种木质的门 就很有质感 包括这个电梯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个珠珠的颜色很特别 那我们下一楼的话 就走这个陡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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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有个小楼石 然后在上面有楼石就可以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浪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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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摔一张卡 给大家看一下 既然有两台洗衣机 然后大家只要把自己的啊 衣服然后拿下来自己清洗就可以 好的 那现在呢公共区域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房间 然后ROOM 3呢 它能给大家进行的两种房型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Smart Studio 这个是Near Studio 先给大家看一下Near Studio 这个是需要插卡区片 大家给看一下 整个的话大概在20米之上吧 然后的话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厨房区域 它会有一个微博物烤箱一体的这个机器啊 当然还有一个小冰柜 大家可以放一些我们日常买菜买到的东西 然后它主要的话 我们公寓会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厨具 这个不用大家来准备 包括一些锅瓦啊 这边会有一些额外的洗菜的东西啊 对 包括水壶跟面包机 都是我准备给大家的 大家也不用说就是来这边现抓就比较麻烦嘛 当然因为是整个是一个酒店式的嘛 所以这边熨烫啊包括保险柜 然后已经免费的这个浴巾毛巾都会给到大家 床的话就是一个team size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可以打英国正面电话的一个 还有这个坐机 包括我们这个装烫空调的一个控制的一个 一个控制温度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 呃 这边会给大家准备免费的洗浴用品啊 这个是whitecompany这个公司的 包括我们这个调节的也是冷热水一体的 非常方便 然后呢 呃 因为我们现在是酒店式公寓的话 它会给大家提供每个月一次的免费清洁 也就是说在这次清洁的过程中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为大家换新的 包括洗浴用品以及这些毛巾浴巾 当然你说如果觉得一个月一次有点不太够的话 我们可以呃 主动跟前台去要一下 我们要不给一个清洁啊 这样的话一次的费用大概是15磅的样子 嗯 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去看另一个房子嘛 这个是nail studio 其实已经足够大了 还是一个人住的话真是 是挺大的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smart smart的话 它的内容其实差不多 但主要就是更新了一些 这个 厨房的这个器具以及沙发呀 小吧台这种地方 这边要去插卡取一下店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部局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边的话会多出来一个洗碗机 就是更加方便大家来说这个 做饭之后不用洗碗了 而且这个电费水费我们是全部都 包括进去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费用 以及这边有一个小小这个餐桌 还可以在这边吃饭 以及我们多了一个这个沙发 这边的整个空间的话会稍微更宽敞一点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也都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这个洗补用品 以及说这个纸巾啊 浴巾啊 这些就是和一般酒店差不多的 包括洗手业 那我们一个月可以 进行免费定期的清洁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 去预约15磅一次的额外的清洁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外面啊 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式公寓 它其实地段是非常好的 它在我们市中心这个Victoria火车站 最近的一个call exchange 它对面就是我们这边很大的一个商场 Selfridge 以及这边整个的一个交通啊 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如果我们要走去学校 曼特斯特大学的话 大概需要20分钟以内的路程 整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主要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什么 我们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呃 大家来问一下问题啊 这些问题 and answer yeah but I can't see the chat oh ok there's no one's but any question yeah so I just see the flexibility yeah 6 6 to 12 months 那呃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预定的事情啊 首先呢一个事情就是说 嗯我们因为是酒店式公寓 所以我们可以比其他学生公寓 做到的就是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flexible 这个主要体现在比如说今年疫情嘛 我们很多的课程是一月份才开始的 所以说很多学生可能会一月份 然后来到这边阴火 那绝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从一月份开始预定 定到八月份这样子不到一年 甚至说半年才多一点的这样一个租期 我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嗯你想从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这个时间上是由你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没有说一个很强制的一年期的合同 对吧和那些学生公寓的话 呃就是灵活性能体现的更好一点 那还有一个福利这边给到大家 呃一厢好聚平台的话 就是说嗯今天直播 从今天算起三年之内的话 如果我们通过一厢好聚这个平台来预定的话 可以免费得到一碗的呃住房 就是说你父母如果跟你一起来的话 他们可以在这边免费待上一碗 我觉得对你们对学生咱们来说也是非常划算 而且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了 嗯 I don't think anyone has any questions Do you want to just ask again make sure anyone has any questions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说关于生活还有这边 呃一个学校的情况都可以来问我们的 OK we can just say if no one has any questions if you think of any just ask the agent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有关于就是每个房层的价位 以及说这个租期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去 嗯对价格的话宝宝价格的话 要去问我们一厢好聚的客服小姐姐 他们会根据你们租期长短的不同 给到每一个价格 嗯是这样 嗯 嗯 yeah OK 那再给大家一个一点时间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直播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啊 对现在这个是smart 大家可以看一下smart的话 呃比起内容它是多了一个洗碗机 以及多了一个小餐桌和这个沙发的这个区域 整体的话会更大一些 那我觉得两个人入住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个人的话 第二个人只需要付额外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 这样子 嗯 那我们中在他和 呃 Iconic 之间的这个 这个合作嘛 也就是说 你在这边订房和我们 Iconic 的学生 其实是都可以享受 这个学生公寓的一些福利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去 比斯特免费包车客户呀 或者说一些 呃 一些就是 料理课呀 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想来参加我们就是 会通过APP去报名 大家也可以去 伊兹呀 或者去其他漫长的 如在呀 以及去其他地方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个床垫 他其实就是 就是比一般那种酒店的 就会好很多 对 非常的熟 OK Jona 我先拿这个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都可以问我们哦 然后三天之内 从今天开始算哦 三天之内 去找我们一厢好吃平台 呃 去预定的 会免费得到一碗额外的 父母的 呃 这个 酒店 预定 好 我可以说 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 就问他 那我们今天直播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 没有问题 对 空调 这个有的 刚才我介绍 没有的时候 有介绍 没有问题 OK 我可以 这个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一般学生公寓 是没有空调的 他们只有一个暖气片 所以说夏天是很痛苦的 这边 它会有一个空调 对这也是酒店式公寓的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八月份的话英国还是挺热的 如果没有空调的话 其实你得去买个风扇 或者是怎样是有点受不了的 但是这边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个空调 大家可以去调节一下 嗯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Someone said you're a lovely host 哈哈哈 谢谢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 之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去试试我们的课 没问题 看电视的话费用是需要额外交的吗 这个电视的话 其实的话 我更推荐大家来说就是把 接自己的电脑啊 就是又买一个HDMI线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会连到这个电视上 把它当成一个显示器 大家就可以把什么电影啊 或者各种综艺啊 就是载到自己电脑上 然后用电视来看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英国 这边的电视台 英国这边的电视台的话 是呃是要跟我们的前台要说一下 是要付费的 那当时这个电视的话 可以转的 你要是在这边学习的话 就这样子看 那如果你在床上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回去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 有人说 在超市 超市 嗯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 买 买东西其实非常方便了 楼下就是各种餐厅和咖啡店 当然 最近的有一个马莎 一个Tesco 都是在这边的 包括大家来了之后就会发现 就是这边 呃很多 很多大家都会来这边Selfridge 去逛一些 呃 奢侈品啊 或者是这边 衣服什么了 真的非常的方便 嗯 会比住在学校宿舍那边的话 质地上有点优势 对 但是可能上学的话 你就得多走几分钟 但是周末的话 购物啊 或者吃东西呢 肯定是这边方便啊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直播就是这样子 嗯 我这话说了好几遍 不过大伞有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就是现在也可以问的 没有问题 嗯 然后如果有什么关于价格啊 以及房型 这个租期的问题的话 就去戳我们一厢好居的 这个客户小姐姐 OK I think we can say bye and if any more questions I'll get a hit on 好的 那今天就这样嘛 好 我们现在就结束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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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